35岁的徐海乔乔叔,最近被自己老妈逼婚逼上了热搜,上了节目家底也被翻个金光,乔妈节目中的可爱表现和精彩言论圈了不少粉,看到妈妈被大家喜爱,这让孝顺的徐海乔也很是欣慰,不过乔叔这辈子应该也没有想到会蹭老妈的热度再火一把。 徐海乔虽然出道时间不短,但他真正走进观众们的视线,还是凭借花仙谷中的孟玄朗一角,花仙谷这部大热剧火了不少演员,但真正一往无前倒还是非女主赵丽颖莫属了,二人关系也一直很好,更巧的是后来还成了邻居,这也怪不得乔妈妈一直鼓励儿子追赵丽颖了。 但是比起赵丽颖的强劲势头,徐海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花仙谷之后一直不温不火,直到主演网剧热血长安和饰演最玲珑中的战王才收获了热度。 这种程度被网友称为二三线边缘明星也不足为奇,不过这次节目中曝光,他的全方位精装超豪华豪宅,确实让不少网友惊讶了一把,确认过眼神,是家里有矿的人。 玄关,入口的圆顶设计华丽又大气,油画挂件很凸显品味餐厅,餐厅很大,装修整体风格就很富丽弹簧,还能隐约看到客厅的水晶吊灯客厅。 茶几和沙发都是配套的,木制家具古风古运主卧,徐海桥的主卧算是出镜比较多的了,虽然有些凌乱但还是能看出一些设计的小心机,把阳台改成了个人空间也是很棒的想法次卧带书房。 这就是那个外面有小花园的刺卧浴室,超大按摩浴缸和配图电视,可以一边洗一边看电影的那种洗漱台,台子的右手边最抢眼的莫过于那个LV两万多,的手提化妆包,乐除了加力的装修和陈设,徐海桥的私服也不是一般人家的程度。 随便一件T恤将近4000块衣柜里提,留出一件衬衫就5000多还有,各种鞋和配饰更是巴不完。 小巴看到这里,突然get到乔妈的烦恼,有言又有钱的儿子怎么就是找不到女朋友呢?看来贫穷真的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